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上期我们讲的太阳线的一些特质 它反映的一个人是否乐观积极向上 个人魅力是否有天赋等等这些特质 那么我们这期在讲太阳线的不同的特点 假如说有很多条太阳线也是有缺点的 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是有很多条稀疏的多条太阳线 对某些人来讲 它有一种钻,叫什么薄而不惊 就是它什么都能来 但是都是接触一些表面的东西 就是没有去钻,钻,金 没有把某一个行业做得特别突出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很多条太阳线 代表此人也是多才多艺 在多个不同的领域都能有所成就 并且有潜力 经由运用自己的这个拥有的一项 或者全部天赋能够获得满足和成功 但是如果是这个稀稀拉拉的 稀稀拉拉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薄而不专 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太阳线来讲 如果是从月秋开始 就是从月秋这个地方就开始了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的 很长的这么一条太阳线 那么这个往往是代表少年得志 就显示成功来得比较早 比如说童星啊 或者是少年天才啊 都是有这种特点的 那么还有一种太阳线的特点呢 它是从什么呢 从命运线延伸而来 就是它命运线这么一条 然后它从这里延伸出一条太阳线 走向太阳丘 那么这个显示此人的天赋 是从命运线分支的 这个点所代表的年纪开始 已经受到了注意 比如说在这个点 大概就是40岁左右 比如说在这个点 大概就20几岁左右 28岁左右 这个受到 这个你在这个行业当中 受到关注 或者是你这个才能呢 能够有所展现出来 那么还有一种啊 就是这是我们根据 这个太阳线的分支的这个点啊 来估算它的这个流年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它这个太阳线呢 它是从生命一线而来 从生命一线蜿蜒而上 这是很少见的 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代表此人是 由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特点 就是它的太阳线呢 它是从什么呢 从这个生命线的内侧里面 已经超过了生命线 从金星丘这个位置出发 走向太阳丘 当然我画的不太标准啊 那么这个也同样是非常少见的啊 这种意思呢 就是说显示的金钱财产呢 是从家庭当中获取的 直接一点说呢 就是你是富二代 而且你家庭环境非常不错 能够帮你很多 这是这么几种 这个太阳线的形态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坑果呢 请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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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